太可恶了,比亚迪居然敢这么做,一辆车居然能赚9000块钱,太飘了 最近我收到很多这样的私信,有确实很多不懂的,也有很多带着恶意的 那既然如此,我就给大家好好掰扯一下这个事情 首先我必须要发出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自主品牌它就不能赚钱呢 是它们不配吗?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二年的财报显示,全店的累计销量137万辆,营收814.6亿美金 净利润125.6亿美金,毛利润高达25.6% 平均一个车子的利润是0.96万美金 折合着人民币大概是6.4万元人民币 我们粗略计算一下,Model 3和Model Y不到30万的车子 一款车子就能赚你6万多 就即便按照今天降价之后,平均一款车的利润也在3万块钱左右 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说一句特斯拉太贵了呢 再比如说合资品吧,咱们姑且不说前小年疯狂加价的一些破事 合资品牌高保质率的背后其实有一很大一方面 就来自于他们常年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 而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合资品牌价格开始大幅下降 甚至15万左右的车子都能降4-5万,而且依然是可以盈利的 你试想一下,几年之前他们不降价甚至加价的时候 一辆车子能赚你多少钱啊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见所谓的公知朋友站出来骂一句 他们在赚取暴利呢 怎么到了比亚尼这里,单车利润才9000块钱 就着急上红的开始骂了 对洋电娓娓动动对自己的重拳出击是吧 建议这群人去抖音搜一搜什么叫做无金国籍 我再从比亚尼的角度给你解析一番 21年比亚尼平均单车利润只有1600块钱不假 当时我也做过很多视频来聊这个事情 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必须要考虑到的先决条件 一个是比亚尼当时的销量并不高 成本的均摊要差很多 第二个是战略规划的问题 比亚尼DMI那个时候刚刚推出来 而且一口气拿出了秦帕斯DMI、宋帕斯DMI和唐DMI三款重磅车型 当时的定价基本上就是不怎么赚钱的 我在当时多次的强调了 你永远都不可能再看到这么便宜的比亚尼了 只是很多人不相信罢了 那个时候说白了就是为了抢夺市场 从日系德系手中甚至说是从嘴巴里面抢肉吃 这个事实证明比亚尼确实做到了 比亚尼22年接近百万的插回销量 其实又从这些品牌里面深深夺过来的 它们销量的下滑恰恰恰是比亚尼上涨的原动力 OK看到这里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我偷换概念 那我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22年比亚尼单车利润涨到9000块钱 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纯电车型卖的越来越好了 22年纯电车型有90多万的销量 而且纯电的利润一定是要比DMI高出很多的 第二中高端产品越来越多了 汉堂喊报后卫键零信等等 一款产品的售价越高 它可以赚取利润的地方也就越多 这是一个亘古无变的真理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单单是汉堂海报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6万家 而它们的产品均价高达26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比亚尼一年卖出186万辆车子 成本的军探套比奇拉车型强很多很多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比亚尼DMI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琴普拉斯DMI的上市的起步价是10.58万元 经历了两年原材料暴涨之后 起步价变成了11.38万元 涨了一共8000块钱 你可以随便对比一下市场上的新的原车型 看一下两年在涨幅在1万以内的车子 除了比亚尼以外 还有几辆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简单推算出来 比亚尼的利润提升根本的原因在于产能的提升 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 这个时候又有小可爱提问了 比亚尼既然单数利润提高了 为什么不得降低一点利润 把更多的优惠让给消费者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去问一下 特斯拉和其他的日系品牌 因为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 比亚尼今年的员工会突破100万 这几年会成为第一个营收破万亿的制造龙头 他一定要靠赚钱来给员工发工资 给研发团队更多的权限 从而走在时代的前沿 搞出更多更牛的技术 造出更好的车子 这才是一家企业真正应该考虑的事情 换句话来讲 单车9000的利润真的很高吗 如果比亚尼这种全球顶尖的新的原车型 都不配有这样的利润 那谁配呢 你这么多的然后 我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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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是 是